天零零 地零零 妖魔鬼怪 快清零 清零清遍黃浦江 浦東浦西 撲惡空 百年頭回便空城 佩洛西訪臺 戰狼小兆 忙跳腳 蹦起胡叼盤 高喊蛾爹 往上衝 居委自治會 基層黨媽要失控 死法超級多 防控簡直萬人坑 正是 一排大旗做核酸 兩頭堵死窮折騰 內鬥肉搏 烏龍戲 一個勝利 一個坑 不跳 不行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熱茶聽段子 我是李正 首先跟大家匯報一下上期節目發布以後 又收到一批熱心茶友發送的詩朗誦作品 方言種類越來越多 再次深表感謝 但是還遠遠不夠全 繼續期待大家的作品 另外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國內言論環境特殊 也許有些茶友對暴露自己的聲音有點顧慮 完全理解 這樣啊 您只要在郵件裡頭寫上 需要變聲 我們就幫您做聲音處理 保護您的隱私 盡可以消除顧慮 有茶友在置頂留言裡邊詢問 說還有哪些省份沒發送方言版的社長送 真的還有很多的省份 當然了也有的省份或者城市收到了多份作品 口音重複一點沒問題 因為我們會把同一種口音的作品組合剪輯 聽起來倍兒有意思 好了 做核酸這首詩的文字在置頂留言第一條 電子郵箱就在詩詞下方 請大家慷慨呈現您的一份力量 茶幌一掛段子先行 話說自打茶館說大陸動態清零 也不知道怎麼了 毫無預兆地進入了 積極黃標的被關照狀態 今兒這一節目 咱們嘗試一下 盡量不貼圖、不掛小視頻 瞪眼就這麼乾說 看看有什麼變化沒有 行了開著板上段子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大新聞 4月7號星4 日本富士新聞網披露重磅消息 美國眾議院院長南希佩洛西 將打破25年美台中平衡格局首次出訪台灣 佩老太的原計劃 是先訪問日本 然後訪問韓國 這回不去了 訪問完日本 直接飛到中華民國台灣 找姐妹小英 嚐台灣小吃去 中華民國立委王定宇 7號已經證實了這個消息 他說 這是台灣重要的外交活動 25年來首次 美國現任國會議長 即將訪台 黨國帝都北京 崴腳崴得嘎巴嘎巴響的 中共外交部 戰狼發言人 小趙 都不知道用什麼姿勢 立定跳高好了 週四記者會 趙立堅憤怒 且困惑地表示 我黨黨媽堅決反對任何形勢的美台官方往來 美國必須立即取消佩洛西眾議長訪台計劃 這句說完 底下坐著那央視大褲衩記者沒憋住 扑吃突然笑場 並引發全場哄堂大笑 大褲衩記者氣得 把自己的大腿根都掐紫了 心說話 這笑老不尿早不發作晚不發作偏偏這單口發作 讓我沒綁住 這也是 趙立堅是不是弱智啊 啊 那佩洛西反共成癮 您跟著吹鬍蒸眼 要求人家還立即取消訪台計劃 您怎麼不要求蔡英文立即下台啊 那多痛快啊 小趙聽著底下笑成一片歡樂海洋 有點懵圈 一通回憶 我該不是把佩洛西說成特朗普了吧 那揚想可出大了 小趙鐵著一張紅白相見的青臉 硬頭皮繼續念稿 我共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 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 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 至於採取什麼堅決有力措施後果 各國記者請騎驴看上本走著瞧 在下不便明說 小趙一邊擦汗一邊心說話 哪有什麼有力措施啊 怎麼對付這佩老太太 不光我不知道 一尊行慶豐還不知道問誰去呢 小趙這話還沒掉地下呢 就聽空中咔嚓一聲 激動的叫喚 問我啊 來者不是別人 正是死白咧退而不休的 前魂史總編叼盤胡錫進 老胡一天到晚 伸著鼻子探聽美國的味道 這邊佩洛西訪台消息一出來 老胡樂他 皮聽泡都顧不上擦了 一通戳鍵盤發微博 如果佩洛西訪台 中國大陸這一次絕不會僅僅抗議譴責 後果一定是嚴重的 中國大陸實施報復的選項將有很多 如果佩洛西訪問台灣 除了我之前說的 中國大陸還可以採取其他報復措施 包括向俄羅斯出售武器 大規模增購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中國一定要堅決報復美方的行為 讓他們知道中國是不好惹地 富士新聞網說 佩洛西決定訪台灣 是美國基於目前國際形勢 做出的重大表態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入侵之後 中共似乎蠢蠢欲動 有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的野心 行事驅動美國盡快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要說也是絕了 對這位反共鬥士佩洛西佩老太太 好多海外華人 最近這兩年一直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 上回川建官川大爺被作局 佩老太太也沒少讓人跌破眼睛 以前反共積累的那口碑差點透支 佩洛西年輕的時候也是位想當當女漢子 8964之後 老太太那會還是佩姑娘的 佩姑娘舉著橫幅上天安門廣場 一通喊口號撞回基地 這回老太太反共前置再次大爆發 但願有驚艷表現 不過就在老胡準備給俄羅斯運送武器的五個鐘頭之後 老胡掃興地表示 82歲佩洛西佩洛西宣布亞洲之行推遲 準備迎接她的解放軍 只好暫時歇歇 老胡偷著都樂醒了 佩阿姨對我太好了 真棒 幫我解決了俄軍和黨衛軍兩個軍的突圍問題 她要沒轉洋 那我還得重新畫紅線 謝謝病毒 謝謝奧米克爾隆 行了 撂下老胡顛三倒四感恩不表 接著說波絕雲鬼的上海疫情 最近網上一直流傳一笑話 其實是一句話 什麼話呢 再不隔離 確診陽性的患者 她就好了 聽完這句 您是不是有點會心一笑的思想感情 網友荷花講了一段事 其實是個真事 上海一位老先生 穿越陰陽 見證奧米克隆 跟人類開了一玩笑 啊 老爺子通 陰陽之術啊 您又想多了 這陰陽說的是核酸檢測 陰性陽性 荷花就說 田林街道某小區真事實路 小區啊 一位老先生陽性了 大白要送他去隔離 老先生就說 我不是不願意去 我老伴半攤在床上 我走了老伴沒人照顧 肯定死翹翹活不下去 我還是等老伴也染娘了之後 我們倆呀 一塊去吧 也是巧了 老先生碰著這位大白 心眼好 真答應了 就這樣老先生又跟家熬了幾天 終於熬到了昨天 也就是第六天 結果呀 昨天一檢測 忒急人了 老伴愣是不轉陽 氣得老爺子第二天 直接轉陰了 齊活 沒拉走隔離 陽轉陰 好了 您就說這諷刺不諷刺 這是真事 當然咱們剛才說了 老先生這碰好人了 這位大白熱心腸好心眼 人性高於黨性 所以老兩口得以平安在家自然治癒 要是碰一二百五二愣子 那還不定什麼結果呢 那問題來了 不可能人人都這麼幸運呢 眼下就有不夠幸運的上海市民 急得直哭啊 您請問一下 大家好 我住在浦東新區周浦鎮 之前我們402歲有一個確診的 可是健康員的數據都是不準確的 導致我們家人一個一個感染 我老公還有我婆婆 她身體非常不好 之前做過食道癌的手術 一個四個月的寶寶和五歲的女兒 我們已經挺過了最難的時間 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自己跟病毒抗爭 其實這個病毒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沒有任何的外援 四個月的小孩挺了過來 挺了過來了之後 我們都好轉了 所有的情況一切都在向好 可是疾控中心直接打電話 說要今天把我們帶走 我希望大家趕緊轉發幫忙 我讓他們不要把我帶走 我小孩太小了 為什麼他們都要這樣 打電話給110 110不管的 說他管不了疾控中心的 他們現在就要把我帶走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了 打電話給所有的人都沒有人能管 機會說他也攔不住 唉 聽著好可憐好無奈 看到這不僅讚歎台灣表妹心眼靈活 預判推準去了 這上海也就燈紅酒綠的時候逛逛 那時候行真有事我還得回台灣我 我們台灣真有人性有溫度啊 在好多上海人不斷見證這種離奇康復 以及離奇不讓你康復的事件之後 人們紛紛表達這樣的困惑 黨中央在上海搞動靜清零 這思路和目的 這到底幹什麼呀 能不困惑嗎 檢查出陰性再側 陰性再側 陰性側 陰性再側 陽性啦 終於鬆了一口氣 退好了 拉走塞的方艙了一下 頭大的上海人集體發出千古疑問 這是不把上海人全部染陽不罷休的意思 房間傳聞 據說黨國副總理孫春蘭 到上海之後下了飛機 都沒聽匯報 直接去的核酸點圍觀 到了現場就看傻了 整個一陽光燦爛法檢測呀 哪陰都得給你染陽了 春蘭看完瞬間一個頭兩個大 當時就質問上海領導 你們有沒有到過現場實地看過呀 那幫領導被問的大腰瞪小眼 孫春蘭立馬叫停重度污染檢測法 改成抗原檢測 測出陽性來再做核酸去 孫老太畢竟吃過見過 從武漢到吉林到上海哪嚴重 這姐們就化為一尊習近平的化身 沒別的折 只好硬著頭皮 鎮鎮拉不下衝過去 甭說呀 道跑多了 人也積累不少經驗 不過經驗歸經驗 說到最後 那還得統一和看齊到 老習大腦的那方向 春蘭指出 上海的風控清零 速度要加快 不能一拖再拖 要儘快把洋人都清除下 做到四嬰四禁 一聽這四四開 有經驗的茶友都能知道 這頭驢直接就被人陡坡衝下去了 順坡下驢 四個自信四個意識跟底下玩命招換 孫老太這四嬰四禁 謹囊妙計到底什麼意思 叫應檢進檢 應收盡收 應格進格 應治盡治 外加無一遺漏 四嬰四禁勝利 小區趕緊解放 如意算盤打真棒 上海黨政領導一邊玩命點頭 一邊在點頭的瞬間 互相交換了一下小眼神 心說話 您可拉倒吧 您衝過來瞎指揮的時候 我們正應檢進檢呢 好嘛 應檢進檢您叫停 應收盡收 您集中 應格進格格不斷 集中還怎麼隔斷呢 應治盡治全落空 可不全落空嗎 自癒就能治好的病 您非得當絕症下猛藥治 那邊各種重病 疾病 高危病 您直接給404當空氣 好傢伙 醫生大夫連軸轉治好人去 真正病人只能等死 那除了等死還等什麼呀 既沒醫護人員也沒設施床備 退一萬步說就算有 病人出不來小區 門全上大鎖了 要怎麼房間說好多上海黨政領導 後來都躺平了呢 心裡跟明鏡似的 這不是防疫的事 這是政治鬥爭的事 怎麼管也沒個好 乾脆無為而至吧咱們 老習本是高強 裝供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讓他親自解決 總而言之這盤散沙 忒難收拾 孫春蘭都沒皺念了 臨走撂去三句狠話 一 上海十天之內 實現不了動態清零 你們到中央自己說去 二 上海市民生活供應不上 你們自己跟百姓說去 三 防疫戰領導幹部不顧大局 違紀違規 先摘了烏紗帽再說 這位挺好一甩手掌櫃的 弄不好全是你們事 就這樣在孫春蘭調動軍隊和各省醫療隊增援 不斷加壓的情況之下 奧米克戎依然顧我 上海灘疫情前線照樣呈現出 熱鍋螞蟻兩地雞毛的歡樂場面 怎麼還兩地雞毛啊 黃浦江兩岸讓上海鴛鴛鍋弄的都快兩岸三地的幹活了 您可別以為是開玩笑 現在上海黑市什麼項目都有 交1000塊錢可以出小區的 都造成交通堵塞了 甚至普通普西都提供偷渡服務 和孫老太太玩命喊半天喊那 敬銳出戰以快治快 用最短時間遏制疫情擴散 口號成功被清零了 上海黨政領導表示 不是故意清零的 清零力度推大範圍推廣 難免一時失手 燒了腳把誰給清了 完全屬於誤傷 在大上海亂轟轟風聲鶴唳之際 前醫療專家張文宏默默地發了一條微博 跟誤傷告別 張大夫說 該退網了 保持沉默才能無災無難 和一尊指揮孫若蘭 孫若蘭指揮上海市政府 把張文宏給清零了 韭菜籍中國民眾驚奇發現 和黨說清零 動態也好靜止也罷 最後聽著幾乎全跟病毒沒什麼關係 您不信呢 有兩位打電話的上海人和東北人 他們的電話為證 先聽一位上海小夥子在電話裡哭訴 你告訴我消失不開門 我買什麼 我吃什麼 我喝什麼 你把人逼死了 我福福吃 我祝福福 我身份是喜慧的 我吃會吃 我父母被你們逗了兩個月 這兩個月 他們怎麼逗了 我的外婆 獨自老人 沒有人叫我 你把我送的 他喝什麼 他吃什麼 你把人家屁死了 上海市政府是人嗎 你怎麼會聽到反了 您聽了是不是有種撕心裂肺的趕腳 這是大上海 就在剛剛大東北滿洲國 一位民間女發言人 拨通了聯合國秘書長的熱線電話 在電話裡 會上詳細的匯報了 滿洲國清零的喜人局面 現在基本上都清零了 現在 對對對 最早清零的是冰箱 嗯 然後來就是那個微信錢包 對對對對對 支付寶是今天早清的零 嗯 嗯行 那現在我先不跟你說了啊 啊 都花費馬上清零了 對對對 基本上現在可以說全清零的 嗯 您聽完這通喜迎清零的電話 該有種一身輕鬆的趕腳吧 能不輕鬆嗎 要麻沒麻的現在 要說也是絕了 老百姓雖然錢包裡的銀子越來越少 靈感可是越來越多 看問題 發現問題 解讀問題頭腦 越來越靈光 我再給您舉個談好例子 議區網友恍然大明白 徹底理解了白色恐怖這四個字 在今天的意義 顧名思義 白色恐怖 就是一群穿著白色防護服的 有特權的人 對普通老百姓 實施種種恐怖行為的特殊時期 一位叫秦澤鴨的網友 推送了這麼一感言 他說 以我對大饑荒進行了解 我判斷上海的形勢已經十分兇險 我只講幾個常識 上海同胞自個體會去 一 不要等到完全斷糧了再喊惡 透析日到了才打120 因為您的那求救 就算能得到反饋 也得需要一個過程 風城跨醫院了 大夥物資逐漸耗進 如果您那物資維持不到一周 還看不到補充的跡象 就應該發出求救信號了 得預知幾天 二 人餓死 通常是滴血糖導致的醋死 而大家想像那脂肪逐漸耗進 糖幾天 線性虛而死 不是那麼回事 人餓死是突發的 餓死之前不能預知自己會死 不知道 熱量攝入嚴重不足 有的人活20天 有的幾天就沒了 我非常擔心那些已經斷糧 卻默默死扛的人 這可是重要的建議 第三 只有1%的人斷糧 99%的人還有飯吃 99%的人都發正能量 說上海都有飯吃 1%的人說上海沒飯吃 統計學生說前者是對的 後者偏激 But 時代的一粒灰 落到誰腦袋上那就是一座山 如果人命關天 拿1%出來說事 這可不能說叫極端 99%的人一定發正能量 擠佔網絡空間 淹沒那些求救信號 您知道這什麼性質嗎 這是變相害死這1%的人 不知道這些肺腑之言 是讓那些懷抱渺茫希望的上海人 驚醒呢 絕望呢 還是不屑一顧呢 如果您沒絕望 那麼請看一個來自北京的消息 網友洛洛克就說 跟大家說個小事 北京朋友接到命令了 通知各政府機關部門所有人員 一定具體通知到每個人 關於網絡上的上海防疫工作情況 一律不得轉發 不得點贊 不得評論 一個字都不行 網上有個觀點 如果拿出清零的陣仗來清理探官 發現一例 隔離審查密接者 次接者 封單位 封親友 查行程碼 全面排查 則中華之崛起 直日可待矣 行了 說一堆不好的給大夥上個好消息 當然這好消息有待何時 上海知情茶友 您可以後續給一些更新 一位叫楊文里的網友發布消息說 捧腹 上海某小區幾位律師帶頭 發動群眾奪了草包居委會的權 實現真正民主自治了 打開關倉 好傢伙 那裡邊物資堆積如山 立馬開倉放糧 小區居民自己組織消毒、配給 還搞了自己的公號 宣傳防疫知識和政策 現在小區情景有條 一片和諧氣象 人民萬歲 底下掛在截圖裡邊有人問 誰把你們小區接管的 有人答 我帶了一幫志願者 群友就讚嘆 牛叉 這好消息的具體情況 準確情況還有待核實 不過有一點 真有哪個小區敢這麼放手 我們完全相信 結果一定比黨管那小區 好遠遠不止五倍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百姓茶館 下回節目再見